花蓮縣化人國中的學生黃安 從小因為意外造成左眼勢力受損 但是他沒有因此遭受打擊 反而在田徑場磨練跑出了一片天 去年花蓮縣運會他獲得了 800-1500公尺雙料金牌 儘管他自小父母離異 身為長子他回家還懂得要照顧年幼的弟妹 堅毅樂觀奮發向上精神 今年獲得了總統教育獎的殊榮 日前也受縣長徐仲偉接見 在8月5號要北上接受總統蔡英文親自表揚 就讀花蓮化人國中的阿美主學生黃安 小時候因為不慎撞傷 導致左眼勢力受損 成才矮小的他在國任那年 因緣際會被田徑教練曾志堅發現田徑天分 因此開啟田徑之路 儘管起初成績不好 勢力影響還會看不到標示牌 但他的持續練習 在去年花蓮縣全縣季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奪得國中男生組800公尺及1500公尺雙料金牌 更刷新大會記錄 儘管自小父母離異 身為長子仍貼心董事的為母親分擔照顧弟妹的責任 無謂家庭困境及身體障礙 力爭上有展現堅強的意志與毅力 融獲今年總統教育獎殊榮 日前在花蓮國中校長梁仲智等人陪同下 受縣長徐仲偉接見 敢配黃安克服省理限制 實為同才榜樣 更勉勵他以順處逆 發揮積極面並持續奮發向上 台灣世界展望會 他也每年透過助學金幫助黃安的助學需要 黃安今年從華人國中畢業 將就讀四維高中繼續求學 繼續磨練田徑 8月5日北上接受總統蔡英文表揚的他 除了感謝教練曾志堅帶領他進入田徑世界 更感謝母親在他跑步出好成績時 沒有要他放棄 只說家裡的事媽媽會想辦法 要他無後顧之憂地繼續奔跑 黃安表示 期許自己未來能成為國手或國中體育老師 能有穩定的工作扶持家計 也幫助和他一樣需要幫助的學生 記者長方言黃老師報導